北京时间9月29日,土耳其超级联赛第七轮,西赛效力的阿拉尼亚体育又赢球了,西赛也连续两轮比赛进球, 带队取得四连胜,积分榜上升到第五的位置,两场三球,西赛展现出不错的状态,而土耳其联赛豪门又瞄准了鲁能又一位前锋佩莱,来自土耳其媒体的消息显示,贝希克塔斯对佩莱很感兴趣,而佩莱的经纪人还把他推荐给了加拉塔萨雷,在29日的土超联赛里,阿拉尼亚体育的对手是阿克西萨尔体育,比赛第七分中, 西赛接到卡瑞克的船中,门前投球破门,为球队打破僵局,之后,阿拉尼亚在第八十三分中扩大领先优势,不时阶段对手扳回一球,最终,阿拉尼亚体育2比1击败阿克西萨尔体育,取得连赛四连胜,积分达到12分,排名上升到第五位,西赛在加盟阿拉尼亚体育后,展现出很好的状态,两场打进三球, 成为球队的风险主力,就在9月29日,土耳其媒体有传出新消息,那就是贝希克塔斯,瞄准了鲁能的另外一名前锋佩莱,据土耳其媒体 Yan Yorkey 报道,贝希克塔斯联系了佩莱,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,报道指出,佩莱与鲁能的合同,是2018年12月底到期,贝希克塔斯希望免费签下佩莱,需要指出的是,土耳其媒体 Talks World Bowl 报道,佩莱被经纪人推荐给土超豪门加拉塔萨雷,但也只是推荐阶段, 之前,还有意大利媒体报道指出,佩莱可能在合同到期后重返一甲,外媒的消息都还没有确切的消息来源,在佩莱合同即将到期之际,类似的新闻传出也并不奇怪,这可能也是经纪人谋求续约的一些操作或者手段。 对于佩莱是否续约,鲁能方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,2018赛季结束后,佩莱和塔尔德利的合同都将到期,两人合去合从,还需要等待,现阶段对于鲁能来说,最重要的还是在联赛里保持稳定的状态,外媒的续约问题,自然有专门负责,从战术角度看,鲁能留下佩莱的可能很大,只是在年薪和签约年线上, 双方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,1985年的佩莱在下赛季将年满34岁,和塔尔德利的情况类似,鲁能肯定在续约的问题上更为谨慎。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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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